48.大公報 黑金門調查員涉角色衝突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5大公報信 記者閃國強報導 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涉及政治獻金一案的調查刑未有結果 早前有份舉報的屯門區議員陳雲生日前去信連政專員白雲6 指出負責調查此案的執行處新任署長李保蘭與美國聯邦調查各成員關係密切 加上黑金門涉及美國背景 所以你與案件全有角色衝突 陳雲生又表示 昨日已收到廉署回覆 指出廉署收到你的申報後會再作審理 陳認為這個解釋可以接受 未有下一步行動 陳雲生前日去信白雲6 指出黎智英黑金門背後有美國背景 而李保蘭出任廉署執行處處長副首時 曾以不誠實手法支付公帑接受美國聯邦調查局專案培訓 並且為避開政府審批規則分拆經費 將此項專案培訓費的150多萬元拆細為研究費、交通費和住宿費 而培訓期間 李更與一位名叫田昌的聯邦調查局 成員關係密切 又有公務以外不必要的接觸 陳雲生 黑金門有美國背景 陳雲生強調 由於涉及黑金門的人 是和淺君大有美國背景 加上案件一直拖延 會令公眾感到不妥 令人質疑香港法治及廉政公署的公正形象 他要求 白運六檢討李保蘭掌管來自英案件會否有角色衝突 陳雲生昨日表示收到廉署回應 信中指出廉署有明確的申報制度 李保蘭亦要遵從 此外 廉署暫時未收到李的相關申報 當收到李的申報後會再作審理 陳雲生認為 這個回覆可以接受 下一步行動要視乎廉署的處理 在計程中部护制度 隨意 死掉 起 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